有女生日前發問,指男友剛好新年去旅行,無法親身與自己父母拜年, 就提前送上水果等賀年食品,怎知就被母親嫌棄,點名要包心切好才夠體面, 還說找個這麼便宜的男朋友,快點跟她分手。 樓主無奈表示,幸好媽媽不是當男友面前說,認為送禮都是講心意, 男朋友買那些都用了不少錢,都不明白為什麼她這樣都要嫌三嫌四。 天文引來熱議,網民認為樓主母親拜金,將來肯定是難相處外母。 有網民提議樓主應事先為男友挑選禮物,也可再送禮補獲, 而且送什麼禮,都應該考慮男友年紀與工作年資,否則難判斷其母要求合理與否。